咳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這會是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禮拜一我們先來看一下最近很夯的一個新聞 說夯是夯可是還是我很多學生不知道 我在課堂上問他們說不曉得這件事情 所以In case you didn't know the background 萬一你不知道背景故事的話 咳在我心底的名字 那那個他的作者不是盧廣仲喔 因為歌不是盧廣仲寫的 那他的那個歌的作者被控訴啊 抄了一首抄襲了 票竊了一首英國的這個老歌 那 那票竊這個英文先怎麼說好了 plagiarize plagiarize 這題目其實已經有看到幾個人做了影片 包括那個很知名的唢納 就是那個黑人然後國語台語 英文都講很好的唢納 英文當然啦 但是呢 他裡面用一個詞叫copycat 沒有錯 小朋友會用這個字 你學我什麼什麼 你是一個copycat 那我們如果講到正式一點的詞 plagiarize 那這個字不要覺得他很難發 plagiarize 你先把play這個字唸出來 那後面的GIA不要不要唬到 他在KK廟上的發音就只是一個J的音 我這邊還找給你看 放大給你看 你不會看不到 你就發一個J的音就可以 所以不念做什麼G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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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giarize plagiarize 所以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到底像不像首先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來 乾脆唱一下給你聽聽看他的 你來You be the judge 你來當做這個法官 你來判斷他到底像不像 那在我們聽之前我們先走一下這個報道 這報道講的是我們台灣就有個傢伙 他竟然寫了一封信 那你知道現在網路上推特啊 可能很多你知道很多的歌手 其實是用主帳號的可能自己在經營 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信給這一個人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推特上的 應該是齁 那結果這一個這個British的這個musician 他竟然就回信了 那聽完之後他覺得 嗯不是票竊 他可能就只有兩行比較像 所以我們往下看一下 所以這個British veteran musician 是不是真的英國的啊 我怎麼記得他是法國人 好啦不管了 所以Response to plagiarism accusation 所以他回應了這一個 票竊的accusation 這個詞我們太常看到了 而控訴 OK 所以accuse 那我們看一下動詞怎麼用 X accuses Y 然後of以後再加Z 所以就是X控訴Y做了Z這件事情 所以假設我控訴你 我說你偷了我的錢 I'm accusing you of I'm stealing my money 好這應該很簡單 所以 accuse誰 of什麼事 那這裡並不是這樣 這是名詞的用法 所以他回應了這一個 這個musician Response to plagiarism accusation Surrounding hit song in Taiwan 所以這個accusation是圍繞著這個台灣的流行歌 這個hit song就是流行歌 hit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所以他名字叫Richard Sanderson 然後他還稱讚了一下這首歌呢 然後他否認他是一個plagiarism 放那首歌叫做reality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反正我們等一下會聽聽看 OK 那我知道我不能夠放 盧廣仲的歌 我也不能夠放 這個Richard Sanderson的歌 因為都會有什麼版權的問題 很煩 所以我們乾脆自己唱 Alright anyway 那 很快讀一下 English singerRichard Sanderson has dismissed claims that a song famously performed by him has been plagiarized 所以他就 dismiss dismiss就是 啊沒有啦沒有啦 或者說甚至我們在開會 會開完了 大家可以走了 dismiss 所以dismiss就是 沒事了搞定 沒什麼好扯了 dismiss 所以dismiss的這個claim 就是聲稱 那這個聲稱就是 他自己的一首歌 被人家plagiarized OK a song famously performed by him which is reality has been plagiarized so the hit song your name engraved herein 這就是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的英文的名稱 我覺得這個翻譯翻得還不錯 那這個engraved 真的就是去刻的意思 那herein就是在這裡面的概念 Alright plagiarized from 他的signature 1980 number 這裡這個number 其實是個的意思 所以這邊也多講一件事情 number這個字其實不見得一定 是數字 他也可以是 格這樣子 OK 所以還有1980的number reality 以及這個Chinese musician Jim Baos piano piece Freedom Hill 反正還有另外一首 這個好像什麼 自由之秋什麼之類的 好 總之啊這個 台灣的主持人 Jackie Wu就說 呀你抄襲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講一大堆這名字 然後這就算了 來我們再看下去 台灣的ministry of culture 說不定的文化部 還confirm這首歌是 suspected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h my god 所以連我們的文化部都有 confirm這件事情 說這首歌嫌疑 so something is suspected of something 所以suspect這個詞 它有兩個發音齁 動詞suspect 如果是名詞的話 就嫌犯 那它的發音變成suspect 知道一下下 所以它懷疑著 copyright infringement 這個詞也很值得學 這就是那個 版權的那個侵犯 所以侵犯這個字其實很多 好比說你可能看過 我們這裡整理幾個 像侵犯冒犯什麼之類的 如果說是態度上之類的 我用offend就可以了 所以 我希望我的話沒有冒犯到你 I hope my words didn't offend you 所以這裡有offend可以是冒犯 那如果說是侵犬或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是犯了法 你可以直接講you break the law 所以break這個字也可以是犯法的意思 但 你也可以用像violate這樣的一個詞 所以你可以說你violate the law 這也是ok的 you violate some traffic law sure ok 所以犯法啦 或什麼這些的詞 其實還蠻多個的 那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是 專門是用在 我們幾乎只有在這個 版權上看得到 就copyright的一個infringement 所以 所以我們會看到copyright violation 比較少說實在的 ok 好然後 再多講一個好了 有時候像 超速什麼之類的 那種交通上的那種 我們還有一個詞叫infraction 這個也的確是 就是犯了法之類的意思 好所以這些詞 稍微補一下一下 anyway 所以這裡就看到一個 suspected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所以這裡講的是 犯了 侵犯了著作權 那但是 但是根據法律 所以legal action 所以法律上的一些行動 would have to originate with the copyright owner 對不起 好 所以要告的話 那也是那個 copyright的owner來告 所以要是這個Richard Sanderson 沒有什麼話好說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不存在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位同胞 覺得真的蠻猛的 所以他直接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原來是Facebook 我也是Twitter 所以不是是Facebook的page 然後他就跟他說我就問了 所以這叫寫了一個 常常的email 我覺得其實他寫的不錯 但他也自簽的說 我的英文不好 不好意思 可是我真的覺得沒有 他的英文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們就不 我們就不來說這個 我們台灣同胞的英文了 因為他實在寫的不錯 我覺得沒什麼好批評他 或者給他分數的 但我們可以看一下他這個作者的回應 所以作者回應就是 Dear Mr. Chu I listen to the song 他其實沒有很顧文法類 或什麼標點符號 或什麼幹 Mr.還小寫 然後少一點 I還小寫 不過你知道 大家就隨便來啦 無所謂 反正我只是回你個信 回你個訊息 不要把它當成是多 serious 的 email 他可能也沒有想到 他這個回應 竟然被媒體拿來做成一個新聞報導 but anyway So I listen to the song 因為這個人就拜託他 你要不要聽一下這樣子 所以他聽了之後 Apart from two lines of the chorus Where there is a little resemblance I cannot say there is any plagiarism 搞定 It's a very nice song Have a nice day and please listen to 我不知道這一個連結是什麼 好 一定 我們這邊他有一些 有些值得說的文法 所以這就是說 我聽了那個歌 除了兩行的chorus 所以這chorus 就是那個副歌的部分 所以除了副歌有兩行 有一點點的resemblance之外 所以resemblance這個詞 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一位 這個 據說是英國的songwriter 他的resemblance 還多加了一個s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英國拼法啦 但沒有關係 I'll let it be 那這裡的resemblance就很像 所以他說有兩行的這個副歌是像的 那這個 像這個東西 我們稍微說一下一下 在考試之後之類 你會看到 要是A跟B很像 Bear resemblance to 所以 X bears resemblance to Y 這其實絕對不是我們第一次講 但沒關係啦 這就叫做A跟Y很像 所以要是你跟你爸長很像 Oh my god You bear resemblance to your father 有時候我們說很像的話 你中間還可以加一個很常見 蠻固定的一個詞 叫做striking 好像仿佛在擊打一般 這個是個很奇怪的畫面 可是 You bear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your dad 所以可以這樣子說 Bear striking resemblance 那還有 我看到好像是一個 那個 我們的同樣的一個英文 討論 英文學習天團裡面的一個朋友 他有整理出這個 很像的這個一些片語 那 我有看到 那的確是我也生活上常聽到的 就是說 這兩個人的resemblance 真的是uncanny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說 The resemblance Oh my god is uncanny OK 這是令人覺得 嗯 uncanny 好 很難摸得透的一種感覺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固定的一些用法 那 還有的 簡單一點的動詞用法 就直接是 resemble 所以 resemble 就已經是動詞了 所以它更簡單 X resembles Y 這就是 resemble 動詞的用法 So You really resemble your dad 所以你真的很像你爸 這樣也就夠了其實 OK 好 所以 resemble 我們說了一下下 那這邊 回到這裡來 他就說這兩首歌 There's a little resemblance 兩個line 的chorus Sure 然後他就說 實在不能說有 那另外我們要講的文法 很重要喔 這個 你會看到他說 Apart from two lines of the chorus 那你覺得這裡的apart from是什麼 我剛剛都已經講給你聽了 除了兩行的那個副歌嘛 所以這裡就是除了兩行副歌之外 沒錯吧 那我們講這個除了之外 其實台灣齁 多半只會教兩種 就是分得很清楚的 不同種的除了之外 然後我們比較不會教這個 Apart from 現在告訴你為什麼 那我先講一下台灣會教的這個 除了之外 嗯 好這個很多高中生可能需要聽 或者甚至是可能這個多億的 你去聽了可能會有幫助 比如說 如果說我跟大家一起去考考試 結果 除了大家以外 Paul也過了 那這樣 我有沒有過 所以除了 我這個 例子有點想要講反掉 除了Paul之外 大家也通過了考試 好這樣講比較對 對不起 好我也懶得撿了 反正這邊就放進去 所以我把它打出來齁 除了Paul之外 大家也通過了考了 通過了考試 這是我的第一句中文 第二句中文 除了Paul之外 大家都通過了考試 你如果看不出這兩句的不同在哪裡 我真的也幫不了你 你需要找你的國文老師 那 反正我這裡說一下 除了Paul之外大家也通過了考試 我問你Paul過了沒 有 對不對 除了Paul之外大家都通過了考試 Paul過了沒 Paul沒有過 好這就是中文的不同 那所以上面這個就叫做 有包含 除了Paul之外 大家也過了 所以Paul有包含在裡面 我們在課堂上往往是這樣講 而下面的除了Paul之外 大家都通過了 可惜Paul沒過 那這樣就叫做沒有包含 所以這兩種在英文來說 理論上就好像會不太一樣 中文完全沒有差別 中文的差別在於 也跟都 可是英文呢 不是靠這個也跟都 放在這個文字裡面 那中文靠什麼 中文這分別 其實很簡單就是 除了Paul之外 大家也過了 所以所有人都過了 所以等於說 大家都過了 把Paul也放在一起吧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叫做besides so besides Paul everybody passed the test too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也不用吐了 其實 so besides Paul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did Paul pass? yes he did 那除了besides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in addition to Paul ok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所以 in addition to 跟besides 就是有包括的意思 就是耶的這個意思 那除了Paul之外 大家都過了 偏偏Paul沒有過 那怎麼辦 這個我們一般就叫做 except 那你要不要加個for 隨便你 所以要把它寫出來就是 except for Paul 後面的句子是一樣的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好 可能有人覺得 這好簡單 這好初級喔 我們不能這麼說 有人就不會嘛 好所以這個就叫做 沒有包括的除了之外 所以這個除了之外 所以這個除了之外是 大家都通過了考試 就沒有包括Paul在這裡面 so except for Paul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那這兩個東西 其實也可以放在 後面 就是它可以對調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besides Paul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in addition to Paul everyone passed the test except for Paul 這都是ok的 ok 那我講的是簡單的 事實上還有類似其他的 像例如說 你也可以把什麼加進去 你可以把 apart from 那apart from到底是什麼 apart from 很有趣的是 apart from 它既可以是 我這裡把它整理出來一下 打給你看好了 所以什麼是apart from呢 apart from它既等於 in addition to 或者besides 它也等於except for 所以它可以有包括 可以沒包括 你說哇靠杯 那你這樣用在句子裡 我怎麼知道到底有包括還沒包括 從語意來判斷 所以你看這裡的 apart from two lines of the chorus where there's a little resemblance I cannot say there's any pleasure 我不能說有任何的抄襲 除了有兩行聽起來很像之外 所以這兩行是有包括還是沒包括 就是有包括在像的裡面吧 所以你大概可以 你大概可以說這是besides ok 好了anyway所以 所以我的重點是說 我們台灣不太教apart from 為什麼 因為考試考不出來啊 因為考試你實在是 只要選apart from 它既可以等於except for 也可以等於in addition to 或者besides 那你要考小啊對不對 所以既然怎麼都可以對的話 那這個就很難寫成一個 能考到學生的考題嘛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幾乎不太教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 事實上外國人更常用的就是 other than 這個事實上也是除了什麼之外 ok other than 所以我很喜歡什麼什麼東西 but other than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hobbies 我很喜歡這件事 other than that other than these 我沒有其他的了 那有沒有包括在這裡面 你聽懂就好了 ok 好啦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夠了齁 所以我們就來聽一下下 這兩首歌到底像不像呢 可在我心裡的名字 Dreamy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 這回是風與時光 也說了一次 叫一輩子 天文宣告 時光的對峙 覺得連故事都是神奇 如果有下次 我會再愛一次 可在我心裡的名字 你會藏在尘封的位置 要不是這樣啊 怎麼過一輩子 我會住在你紅的一城市 握著飛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好笑 可是我只能停止 好聽完了 所以你覺得到底像不像 I don't know You be the judge 所以下面或許可以留言 我們來討論一下下 我們就講到這裡就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於是謊言說了一次就一輩子 怎麼過一輩子 啊幹 於是謊言說了 咳 於是謊言說了 言說了 咳 可在我心裡